武党级总统参选人郭台铭发表勒林政策 除了要重整医疗人力 强健了未来十年国内的医疗服务的基础 强调要提升医护人员的薪资 他的愿景一起来听 与其签定武党级总统参选郭台铭再跑勒林政策 要让长者优雅不如老年 预防剩余治疗 定期全面老人健康检查 是发现问题并降低未来医疗支出的关键 那我们防止他退化更快 他就比较能够去健康老化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政策 是符合国际的一个标准 也是符合高龄者的需求 但是他确实会需要大量的预算 台湾迈入高龄化社会 长者的照护成了首要议题 郭台铭强调长远的规划 让银发组健康过生活 年轻人能够全力拼经济 才能让国家永续发展 拥有竞争力 感同身受用自身经历打动支持者 我打造一个防点的社区 我妈就是个例子 我妈在八十几岁的时候 在于十几岁的 老人家滑倒 是造成老人家死亡率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你不要装所有方法装置 所有的运动工业 公共设施 聚焦附近的环境 全部都让人家能够安心地去走路 探紧需求贯穿环境和医疗层面 也把关键放在医护人员身上 我认为护理人员 不但要提高他的薪资结构比例 而且利息马上要做 必须忧心解决 友善的这个治长环境 让护理师快地工作 将来提升照顾的品质 我们政府其实在针对于 我们的工作环境这个部分 并没有明确地去说明 所以但是愿意 率先提出说 对我们的这个加薪 是有要具体地来做 结构性的一个改善 那这个我就很正面地给他肯定 翻转护理人员不对等的薪资条件 聚焦高龄化世代 为长者做最健全的规划 国台名想打造健康台湾 让乐林幸福社会 在台湾别地开花 记者吴永安加凯琳采访报道